周一印度首艘国产核潜艇坚敌者号海事照片曝光 尽管得到俄罗斯的技术援助 但是坚敌者号从设计到下水 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 不过印度舆论对于成为第六个建造核潜艇的国家 感到欢欣鼓舞 而且印度还计划在未来七年再建造五艘战略核潜艇 据印媒报道 印度首艘国产核潜艇坚敌者号 已经于当地时间周一 从维沙卡帕特南港口出发进行海上测试 该核潜艇离开港口的照片也随之曝光 而近日印度海军还公布了坚敌者号的全貌图 该艇在指挥维壁壳后部设置了规备形状 以填装K4型潜射弹道导弹 以及K5型近程潜射导弹 除此之外 该艇还配备了两款鱼雷 坚敌者号核潜艇排水量减6000吨 潜航速度30海里 可在约100人 总造价29亿美元 坚敌装备83兆的核反应堆 主动力系统为压水式反应堆 由印度甘地原子能研究中心开发 印度亚洲时代网站称 坚敌者号的海誓将首先完成一系列水面测试 然后才能展开极限深潜 水下发射导弹等高难度科目测试 印度海军一名高级官员透露 坚敌者号在最中阶段的海誓中 将主要测试潜艇反应堆 在各种战术情况下的工作状态 他表示 目前坚敌者号涉及的全部技术难题已妥善解决 该艇将很快通过最中阶段的海上验收 对印度来说 航空母舰和核潜艇 是印度看来能够支撑他大国地位的最重要的两个武器 所以对印度来说 这个坚敌者的试航 就意味着印度拥有自己设计制造核潜艇 又迈出了一个很大的一步 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鉴定者号仍只是一艘技术验证艇 为印度今后建造技术更成熟的核潜艇 提供方案验证 后续建造的核潜艇 才能让印度获得真正意义的战略核潜艇 如果他要是艇试验合格的话 他将在水下 也就是用这个艇来发射潜射的导弹 只有发射潜射的导弹成功以后 他才能说 我现在具备了这种 就是水下的核打击能力 核潜艇一般分为 可下水发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 与执行攻击任务的攻击型核潜艇 由于核潜艇的建造难度很大 为减少技术风险 第一代核潜艇通常先研制 难度相对较小的攻击核潜艇 确认核反应堆和潜艇设计的可靠性之后 在其舱体上增加一段导弹发射舱 构成可水下发射导弹的战略核潜艇 然而 印度才举先研制战略核潜艇 后研制攻击核潜艇的顺序 足以表明对水下核威慑的渴求 印度由于它急于 就是需要及早的获得 就是海基的这种核打击能力 所以它来了一个跨越式 我不搞攻击型的核潜艇 我直接进入战岛的核潜艇 所以它有很多的难题 它攻克不了 比如说核反应堆的问题 比如说水下发射的问题 挺弹接核的问题 噪音的问题 这样的话它就研制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尽管得到俄罗斯的技术援助 但是坚敌者号从设计到下水 仍然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 2009年7月 印度海军宣布坚敌者号下水之后 外界惊诧地发现 该艇竟然未安装潜射导弹与核反应堆 该艇的下手检是K15型潜射弹道导弹 不过这种导弹的射程只有750公里 因为导弹的射程非常有限 印度的核潜艇眼下只能对巴基斯坦 及印度洋周边的国家形成核威慑 更加确切地来说 该艇必须靠近海岸航行 才能对巴基斯坦进行有效的核打击 这必将增加其遭到巴基斯坦 反潜力量围攻的几率 反之如果选择在较安全的远海航行 无法对巴基斯坦内陆目标适时打击 而且在2008年2月的试射当中 K-15型导弹虽然顺利地冲出水面 但是随后却达不明 由此可见 K-15导弹似乎存在着一些 未能克服的技术缺陷 不过对印度潜艇来说 也不仅然都是坏消息 那么好消息是 印度新一代的K-4潜射导弹的射程 超过2000公里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导弹射程的缺陷 该导弹已经于今年3月完成了首次测试 坚敌者从东位上仅相当于攻击型核潜艇 可它却承担着战略核潜艇的任务 其配备的导弹射程度太近 因为美俄等国的潜射导弹射程 大多超过5000公里 因此坚敌者基本不具备战略打击能力 有分析称印度首先要解决的是 核潜艇的有与无的问题 对性能的要求倒在其次 印度早就拥有以烈火弹道导弹为主的 陆基核威慑力量 以战斗轰炸机投射的空基核威慑力量 但水下核威慑却迟迟未能获得进展 因此此次核潜艇海事 让印度舆论欢欣鼓舞 印度时报称 它将与另两艘姊妹舰一道 构成印度梦寐以求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 印度时报认为携带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 是最难被探测到最有效的核威慑手段 还有印度防务专家据此声称 在拥有核潜艇后 印度国际地位将大幅提高 印度一直在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国产核潜艇的建成服役 将给其大国梦增加新的筹码 再加上计划组建的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印度海军控制印度洋的能力 或许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印度希望能够在这个坚敌者的基础上 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攻击核潜艇 核战略核潜艇这样的水下核潜艇的这样一种舰队 那么从而形成真正的有效的这种核威慑力量 那么并借此为它树立自己这种大国的形象 那么添加一个比较重要的筹码 此外印度时报还透露 目前印度核潜艇项目进展顺利 除了坚敌者号即将海事外 代号S3的同型核潜艇即将下水 另一艘也在顺利建造中 德干纪事报则披露 印度未来计划建造多达五艘战略核潜艇 以确保随时有两艘战略核潜艇执行战备巡逻任务 此外印度海军还敲定另外六艘攻击核潜艇的建造计划 印度如果要使自己的海基核力量真正的形成的话 它必须要解决核反应堆的噪音问题 第二要解决自己的这种核导弹的这个直径的问题 这样才能使它就是真正形成这种远程的核打机能力 印度迫不及待的发展核潜艇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其常规潜艇部队的衰弱 据统计 印度海军目前只有13艘老旧的柴电潜艇 当中只有一半可随时启动执行任务 而为了重整海军 莫迪政府下令加快招标 打造六艘常规柴电潜艇 此工程预计将耗资八十亿美元 另外印度早前已经和法国公司达成协议 在孟买港口组装六艘潜艇 以替换服役近三十年的潜艇部队 印度近期大舰潜艇加强海军实力 将来喜欢以中国威胁为借口 印度时报报道 印度对中国潜艇停靠斯里兰卡事件 持强烈保留意见 并电话联络斯里兰卡当局 表示强烈不满 路德社的报道称 不久前 中国一艘潜艇手自在斯里兰卡出现 前印度海军总司令帕拉喀时称 印度潜艇数量逐渐减少 这种情况叫人感到忧虑 此外 印度军方人士还宣称 估计中国拥有六十艘常规潜艇 和十艘核动力潜艇 包括三艘装备了核武器的潜艇 分析就认为 印度将印度洋看作印度的洋 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当中国潜艇出现在斯里兰卡时 印度就非常不安 中国潜艇走向远海 实行维护海上通道公共安全的行动 是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而且我们的舰艇 在公共海域进行正常的补给 而不是搞军事演习 印度的反应有些过激 我们国家呢 就是说完全是为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到斯里兰卡进行的这种补给 这并不是在海外设立一个基地 好的我们马上连线 中国兵器知识杂志执行主编 秦珍先生 谢谢您好 那么印度的首艘国产核潜艇 坚敌者号即将开始 还是您如何评价坚敌者号的这个性能 印度之前的建造过程 为什么会历经波折呢 坚敌者号潜艇呢 实际上应该算是当今世界上 已经服役的这个核潜艇中 应该算是排水量最小的啊 一艘核潜艇啊 整个排水量据说才5000吨 而且从它的导弹配置来说 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因为它的K15导弹 据说射程只有700公里 这个700公里的导弹 应该也是现役 弹道导弹核潜艇里 射程最近的一啊 一款这个导弹 所以整个的 我个人认为它的能力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更多的印度方面 是想利用这个潜艇 来试验它整个的 这种核潜艇的 这种制造研制能力 包括它这个武器的能力 试验的意味比较大 实际上我觉得 印度20年才 研制出这款 坚敌者核潜艇 其实还体现出 它整个工件能力 特别是国防研制 单位的这种效率的低下 和整个工业水平的 这么一个脆弱 我认为核潜艇更是体现 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 一款武器平台 它的研制难度 不亚于战斗机 也不亚于其他 比如说像主战坦克 像水面舰艇 甚至有些地方的 个别的地方的难点 甚至比那些平台还要高 不过 距离实际上是一个很短的距离 相当于 比如说从中国的河北省的北部 到河南省的南部 只跨一个省 这样一个距离 所以说它想要进行一个洲际的威慑 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能是在南亚的局部区域 对特定的南亚的一些国家 比如巴基斯坦 比如说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等等 进行一定的威慑 如果要是更远一些 比如说要威慑到中国的话 那么它需要距离中国海岸 很近的地方发射 而且对中国这样战略纵深 很大的国家来说 它这么近的射程距离的一个导弹 是根本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的 如果它之后配备了射程 2000多公里的K4导弹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还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的威慑能力 但是和其他国家 比如说中国 俄罗斯 美国 法国 英国 这些国家配备的前射弹道导弹相比 这些国家导弹 要么就是八九千公里 要么就是一万多公里 这样一种洲际射程来相比的话 那么这个导弹的 2000多公里的 这样一种射程 显然是还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那英雷披露了 印度庞大的核潜艇计划 印度为什么对水下的核威 是如此的渴求 又会对地区安全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印度一直是有一个 这种大国之梦 它不仅想做一个 南亚地区的一个盟主 它还想做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国 因此 这种核潜艇 无论是攻击型核潜艇 还是弹道导弹的核潜艇 特别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作为三位一体战略和核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大国的标志 比如说 它的印度的一直的潜在对手 巴基斯坦 包括孟加拉国等等 可能会刺激相关的国家 也拥有像核潜艇这样的装备 因为一直有外电报道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核潜艇一直是比较感兴趣的 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 来建造或者研制自己的核潜艇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印度一旦成批量的装备核潜艇的话 那么对巴基斯坦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也会迫使巴基斯坦尽快的研制自己的核潜艇 好的 感谢秦珍先生 稍后我们会继续来联系